第一,大蒜,大蒜中富含大蒜素,大蒜素能够抑制幽门罗杆菌,从而降低胃癌的发病风险,流行病学研究解释,有时大蒜习惯的地区和人群,胃癌的发病率是降低的,大蒜素不仅能抑制幽门罗杆菌的生长,还能抑制胃癌细胞BJC823的增值,最后大蒜中还富含其元素, 这是一种人体必须的胃癌元素,能够抗氧化,清除两次妖机,对于预防胃癌同样有帮助 第二,多饮茶,茶叶中富含茶多分,茶多分能降低胃癌的发生,研究发现,每年饮茶超过3000克以上的人群,胃癌的发病率会显著下降,茶叶中还富含而茶素,还能诱导胃癌细胞的凋亡 第三,胡萝卜,胡萝卜中富含雷生素A及其衍生物,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类胡萝卜素,它们能够促进上皮细胞的正常分化,阻止肿瘤形成 第四,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,很多水果中都富含维生素C,如苹果,橙子,梨,泥头桃,小西红柿,维生素C之所以能够预防胃癌,是因为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,能够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,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除此之外,维生素C还能降低微纳亚硝胺的含量,我们都知道世界维生组织将亚硝胺定为明确的致癌源 胃癌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,而且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 至于年轻人喜欢吃希腊刺激性食物,饮食不规律的密切相关,目前已经证实,腌制食物,高盐,腌食食物,会大大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 而如果长期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,特别是多吃以上四种食物,坚持一年以上,不仅胃癌的发病风险会大大降低,离缓慢性病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第一,常吃这四种食物,身体的血管会更好 这四种食物都只有抗氧化,请出养自由剂的作用 不仅能预防肺癌,还能软化血管,预防动脉中量硬化和血管的形成 第二,常吃这四种食物,身体的免疫力会更好 无论是打算,胡萝卜,还是茶,水果,它们富含了多种营养素 都能调节身体免疫力 第三,常吃这四种食物,能够好得稳定血脂 这些食物中富含多种能吸附脂肪和胆固醇的物质,能够降低血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ニュー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